你陈庚也是大名鼎鼎啊 你一个人躲在这儿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吃毒食啊 1961年3月 正在办公的毛主席 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消息 田家英亮亮呛呛地走进来 告诉了主席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陈庚大将去世了 主席闻言后愣神了好半天 过了好久 主席缓缓落泪 他痛苦地说道 不该这么早就死了 太可惜了 主席为何对陈庚大将的死讯 如此难过呢 而他又与主席之间 有怎样的远远和故事呢 1921年 陈庚果断地离开了湘军 之后他在长沙铁路局担任办事员 当时他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他还常常去主席创办的自学大学听课 彼时的毛主席 担任着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他在长沙负责领导革命活动 陈庚在学习中加入了共产党 自此开启了自己的革命旅程 主席在1927年的时候来到了湘湘 他在湘西当地召开了地下党员座谈会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当地的一些绅士也表示 他们非常支持农民协会的创立 其中就有陈少淳先生 他可不是一般人 他曾是主席的老师 而他还是陈庚的父亲 当主席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感觉格外熟悉 经过询问 他果然是自己的老师 之后 参与此次会议的地下党支部书记 又和主席说了 陈少淳支持共产党的情况 陈少淳先生将自己家中的甜土 卖掉来支持农会 陈庚本人也是共产党员 听到这些话 主席非常开心 他们一家子人 都在用自己的不同方式支持革命 陈庚本人还特意让自己的妹夫 去参加北伐进行革命 可见陈庚觉悟至高 然而 两个人真正开始接触 还要从红军长征开始 你陈庚也是大名鼎鼎啊 你一个人躲在这儿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吃毒食啊 陈庚在红军长征期间 已经是一个酒精沙场的老兵了 他当时担任着干部团团长一职 由于本身作战经验丰富 他靠着较好的武器装备的指挥能力 多次进行指挥作战 经常配合主力军团的行动 他的出色主席看在眼中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他曾在八路军129师386旅任旅长 先后进行了多次战役指挥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娘子官大劫后不久 由于疏于防范 导致其771团被日军包围 损失异常惨重 主席因此曾对陈庚提出严厉批评 在此之后 陈庚痛定思痛 他曾先后指挥 参加了多次对日军反击作战 全部大获全胜 在1945年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了中央候补委员 不久后 日军投降 本应该返回抗日战场的他 被派遣指挥太越纵队 对严西山进军 此战共计歼灭敌人38000人 战斗力十分强悍 在后续重庆谈判上 为主席争取了有利的条件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 在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 陈庚曾在晋南军区 组织过强有力的反攻作战 一战就歼灭了敌人2万多人 之后他乘胜追击 当即解放了晋南三角地 陈庚返回陕北 参加军事会议的时候 主席曾热情地接待了他 见到陈庚 主席就开心地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到现在 两个人已经认识了20多年的时间 在此次作战会议上 主席阐述了如今全国战场的形势 他命令陈庚率领的 禁忌鲁狱野战军第四纵队 第九纵队 以及38军组成一个兵团 配合主力进行作战 陈庚在会议结束后 离开之际 主席更是亲自将其送到了村口 并且不断地叮嘱陈庚 切不可因小失大 你陈庚也是大名鼎鼎啊 你一个人躲在这儿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吃毒食啊 1949年10月 新中国成立 全国基本解放 在这个时候 主席认为 想要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必须要实现国防现代化 跟上世界的脚步 怎样建立一支正规化军队 却让主席头疼不已 主席为了打造强有力的军事将领 他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立一所自己的高等军事技术学院 然而 学校想要办得好 就一定要选一个好校长 思来想去 陈庚最终被确立为 这所学校的校长 主席为此更是亲自找陈庚谈话 陈庚刚刚从朝鲜回来 就和总理一起来到中南海 当时主席正在睡觉 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他 受到了警卫员们的热烈欢迎 他也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起了 自己在朝鲜遇到的故事 他声音越讲越大 战士们也入了谜 却吵醒了主席 主席醒后 战士们一个个吓得面面相去 却看陈庚哈哈大笑地走进卧室 主席笑着打去说道 你打鬼子的那一套 怎么都用到了我的头上 主席很快就说起了正事 可陈庚却觉得自己并不适合担任这项工作 但是主席却不这么认为 他曾经在红军学校担任校长 在红军干部团是很出色的 而且他曾经在黄埔军校上过学 也算是科班出身 办教育 没人更合适 而陈庚在主席的要求下 陈庚没有犹豫 他立马创办军事学院 1955年 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 一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 陈庚因病去世 全党全军悲痛无比 毛主席更是因此落泪 他感叹地说道 实在是太可惜了 陈庚大将一生幽默风趣 打仗更是有勇有谋 他为了人民和国家 奉献了自己所有的青春年华 经历了诸多历史重大事件 他的离开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